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将图资部门处理好的地图资讯转换成大家可以就是外部厂商可以使用的资讯 例如我会做一些导航的应用 在图资部门处理完路红的资料之后 我就能够利用路红的资料 然后让使用者告诉我两个起始点 我就能够告诉你从起点要怎么走到终点 就是导航 然后还有例如定值的部分 就是说我可以利用图资部门处理完的资料 让使用者告诉我一个地址 我就可能告诉他这个地址是在地表上的哪个位置 我可能吐个经纬度给你 我当初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是因为我对电脑真的很有兴趣 我对程式上面会怎么运作的 我都很感兴趣 例如如果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在想的不是说我要怎么破关 我可能会想到说 我有没有办法自己写一个这样的游戏 或者说这个功能在程式上面 我该怎么实做出来 我该怎么做出来 所以我会选择这个行业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软体设计师的话 你可能需要兴趣广泛一点 因为电脑只是一个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工具 但是电脑不是问题本身 所以你可能需要 如果你想要利用电脑解决某问题写程式 你先要了解你所处理的问题是什么 例如我所服务的公司是提供地图服务的 你可能就必须要知道 在绘制地图的时候 一些经纬度坐标转换的问题 这些问题跟电脑其实是不相关的 你必须先了解你的问题 才能够利用电脑解决问题 所以你的兴趣可能要广泛 当然你还是要真的懂电脑的运作 你才有办法用电脑去处理人类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志成为一位软体工程师的话 首先可能要先培养专心 因为我们要处理问题的时候 身为程式设计师 你不能只是知道一个大概 你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搞清楚了之后 你才有办法开始真正动手写程式解决问题 然后有很多的问题都是 直觉上很简单 但是你要深入挖掘之后 你才会知道它的困难点在哪里 所以当你在当你接到要求 别人希望你用程式帮助它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要能够专心的把问题从里到外 从简单的到复杂的都想通之后 你才再开始动笔写程式 我从高中开始接触电脑以来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自修 到图书馆找资料 而且我大学的时候不是本科系 所以我也会找机会 找时间去旁听本科系的课 来充实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在学校毕业之后 我也会想办法去找相关的研讨会参加 了解一下现在产业动态 有什么样的新技术 有什么新的有趣的东西 如果你对电脑很有热忱 会一直想要知道新的 一些新的技术等等的东西 欢迎大家跟我加入我们 一起当个程式设计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